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收看我的频道 今天我会进行一个处理 昨天我已经把湖边的这颗土花果 就是先移到一个大的盆子 我们看 这个指径大概25公分 去年我有卸掉 那时候在池塘旁边就是不好嫁接 一直有很多水在池塘里面 这个五花果要吸到上面 不好嫁接 所以今天我就是决定 把这个先移到盆子这里 今天我就是会进行一些处理 就是我会把一些这个伤口的地方 会进行涂一些预合 伤疤的药剂在上面 然后我会把配土放进去 第一步很重要就是 会把一些药剂 涂到这地方来 我们看 昨天我已经把一些水放在里面 然后有放那个生根基 有抛了一个碗 一个碗伤 好 我们看这边 是那一种预合伤疤的药剂 今天呢 就是会使用这种 好 我们看 就像我们看 在上面的这些 我现在就是 要把这种 我们要这样涂 第一个是预防细菌的性害 第二呢 就是以后会让我们的这个五花果的皮 可以预合 然后造成一些伤疤 这样子 它就不会腐烂掉 我看这边好大 这种药剂呢 我们可以去一些 专门卖那些农业的产品的地方 可以打听一下 这样子 这是我的目的呢 就是先移到盆子 等它成活之后呢 才可以进行加接 所以目前的工作就是 先处理这些 我们看 好大只哦 好大只 咱们让它搞定 它是不够的 就是 它是不够的 它是不够的 湖在上面哈 就是会在水里面没办法从这个地方排出来的 水溪没办法跑出来 多虚禄 水溜真的太凑了 泡 Butt 流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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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第一步的工作 就是涂一些浴和上巴的药剂已经完成 不知道我们有没有看过这么大的浴和五花果 今天我的视频先跟大家分享到喜欢的朋友记得给我留赞 留下评论和订阅关注我的频道 这边是我们外来的台湾的一种五花果 我目的就是先盆栽这颗 然后会把这边的部分加接到上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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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